字幕君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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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詹姆熊 熊哥 來 這一集我要表演一個藝術球 這個叫海線的翻山越嶺 算是比較一個特別的藝術球 打進之後母球繞過這邊 然後進9號球 它的難度就是說中間這一個障礙他比較寬 你要控制剛剛好繞過他 然後開始有點轉彎 那為什麼打這表演球 我先把它完成再說一下 原因 運氣不錯 竟然成功 為什麼打這招表演球 是因為上一集 我們球迷朋友提到張文炳 那我剛剛就很快的review一下 想到以前的往事 那這一招藝術球是我們公認的第一代球王 叫林鄭煌 他的外號叫TELU TELU是他的日文名字 那後來他第一次國際賽 剛好我有幸可以幫當時的國際賽 一些我們的前輩 來寫一些這個介紹 那我心想TELU 那我就意應像鐵路 因為他打球 還有包括他是第一位我們公認 這個打花式撞球 球王也好 或者是所謂的表演球 他是第一代的掌門人 雖然他沒有拿過國際賽冠軍 但是我們公認他是第一代的花式撞球王 那打球行雲流水就好像火車在鐵軌上 行走非常的平順 非常的smooth 所以我就跟他寫說不然你叫鐵路 後來就一直原用 那當然他前幾年也走了 那我有感而發 那我這一招是對我們的第一代球王 對他一個致敬 那其實鐵路 林正荒 包括撞球博士張文炳 還有張祈堯 還有很多前輩 塞亞 還有阿民 陳世民 塞亞是舒子民 他們這些 當時我還算是年輕小矛頭 也不是算年輕小矛頭 我都跟他們成了這個忘年之交 尤其他們後來走的時候 他們的家人都幾乎都會在第一時間通知我 那我剛想到 我們有些球迷朋友提到張文炳 那我想到林正荒 那他這一招 他以前表演的時候有很多招 那他會打一個翻山越嶺 大家都有看過前幾集 那他那時候講說這個叫做三線 我們台灣鐵路不是有兩線嗎 一個三線 一個海線 他說這叫海線 比較平 然後到這邊再開始轉彎 這個難度就是說 他中間比較寬 要控制這個 你不能太早轉彎 也不能 沒有推桿的效果 或控制力道 會撞到三角框 那太早轉彎會撞到障礙球 那你過來的時候 要開始又剛好要轉過去 Kiss進9號球 那他這個球打得很好 那我剛剛突然有感而發 我來試試看 所以對他一個致敬 那本來是要用這個名人點將路 後來我覺得 名人點將路為什麼停了 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要剪接 要加上一些影片 或者是一些照片 看怎麼剪 我覺得大家看起來會比較有完整感 用我口述我覺得太單調 太乾了 所以我到時候 疫情過後再跟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二十一紀錄總監 小莊哥還有我們的勇哥 Steven Link 林神勇 我們看研究怎麼樣來剪接 這個我覺得名人點將路會比較精采 比較好看 比較有收藏性 好 那這個就是對TELU 林正晃的一個致敬 另外我順便回答 這個幾位球迷朋友 剛剛在上一集 他有 其中有一位 有提到 提到說這個 這個我不是打一個三顆星嗎 那他覺得說 看起來好像我用沖乾 用公乾 用正乾打都差不多 那他在困擾 這個困擾說 我到底是要用什麼 他想要去買球乾 這個宴序 陳宴序 他是考慮到要買那個 科技淺潔修正比較小 我覺得就看個人 那像我們是習慣 這個Sauce 木頭乾 我們已經習慣那個修正點了 那不管你是買什麼乾 我覺得還是有點修正 那你自己要習慣最重要 那一件因為我們以前比較喜歡 這個非常柔的下曬 所以木頭乾的 它的那個 出來的感覺 或者是我們想要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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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比較習慣 我們也比較習慣 享受那個 那種打擊出來抹球的效果 我們比較享受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還是習慣 用這個木頭乾 那如果您最後選擇木頭乾 最好選擇質地要硬一點的 那其實也有球迷朋友在問我說 熊哥要不要介紹 甚至我要不要 看要不要找 一兩款 覺得不錯的球乾 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那我會 日後我再想一下 還有劈頭 好 那還有 這個 另外 在上一集有朋友在講 陳友泰 他剛剛回覆說 好懷念秉哥 還有羅爺 陪伴大家美好的這個年代 真的 我覺得 那個年代是真的是 非常棒的年代 但是 往事都是美好的 好 那我來看一下 很快的 有好幾位 朋友 有連 說 看了之後 這幾個月 這一兩個月看了之後 了解了一些基本功的觀念 非常好 那 那 Makoto 說 看我打中袋好像 這個很簡單 但是他每次十次有八次會得獎 我覺得這要常練習 我講過準度這種東西是練習習習慣就好了 那感謝 Paul 10 Paul 10 彈應該是彈 他投降 感謝 那還有 Ronnie Rowe他講說 會不會這個 等疫情過了 我們解封之後 會不會比較沒有機會看到 熊哥狀眼教師 我覺得 剛開始 頭一兩個禮拜 我想說 剛好 平安講也有點說 悶了 來打一打 但是這一兩個月 這一個多月下來 我覺得 雖然跟大家沒有碰面 但是建立一種 無形中的一個感情 因為狀求 我們有一種無形的連接 那我覺得我會繼續下去 只要大家不嫌棄 我一定繼續下去 那有人講Twitter 小萱萱 Twitter 應該是Twitter的意思 我沒有用Twitter 那 Twitter是講握力 握力怎麼解釋 理解就是握把的力量 其實A點K點力量的意思就是握力加速度 好 非常感謝大家 好 那這一個是一個叫做 我想一個名字 還是大家幫我想一下 以前這個叫翻山越嶺 我忘記了 那時候二三十年前 我常拿麥克風主詞 那時候叫做海線的翻山越嶺嗎 那時候他講一個名詞 我跟Twitter共同創造一個名詞 我現在突然間忘記了 這個我們稱為海線 大家幫我們想一下好了 好 以上就這一集 這個 對我們的第一代球王林正晃的一個致敬 的一個藝術球 那也感謝大家 這麼快 在上一集 短短的一兩個小時就做這樣的回應 非常感謝 疫情緊繃 大家加油